新北市土城清水国小这边发生了学童中毒的意外 其实是因为老师在上自然课的时候帮同学介绍这个马英丹 还告诉同学说这有毒 没想到一群小三学生下课之后立刻自己去亲自探索 甚至还有人拿马英丹的汁涂抹在其他同学身上 结果有13位同学出现了身体骚痒 晕眩想要吐的症状 紧急送离 数十名国小三年级的孩童在医院里又哭又叫 不时还摸摸肚子想要呕吐 身旁的老师也不停安抚 因为就在新北市清水国小爆发了13名三年级的学童 因为误出有毒植物马英丹出现了身体发痒气喘不止的现象 是有一位小朋友调皮摘了这个马英丹的这个叶子 去弄起他小朋友的脖子跟手背 那小朋友就觉得有点弘扬这样 原来在上午第四堂就是自然科学教育课 当时彭信老师正在教学生怎么分辨有毒与无毒植物 还告诉学生马英丹就是很常见的有毒植物 没想到一下课 同学们就因为好奇主动去碰触种在教室外的马英丹 结果午休一醒来就发生集体不适的现象 植物是种在自然教室前面的花圃 他们碰触完回教室之后 有些小朋友是过一段时间才发痒 有毒植物马英丹因为色彩鲜艳 又有五色美五彩花之称 最常见于四月到隔年二月 屏東横春因为温暖潮湿更是整年可见 只不过多数人都不知道 它的果实跟今夜之意都含有毒性 如果不小心碰触过多 可能还造成慢性中毒 故事的话可能就是有腹血呕吐 公园行道树校园到处都有 校方澄清马英丹并非课程需要才特别种植 这次可能是因为孩童身体比较敏感 才有不舒服的反应 未来也会加强有毒植物的种植区域 不会再让类似的情形再度重演 最好的 结合 一